哈囉大家好 我是淺宇 今天這支影片的標題叫做 超幸運的一天 所以大家應該就可以想到 它的內容大概是什麼了吧 今天開箱的東西 都是我抽到我非常想要的東西的一集 不過這集其實也算是一集 比較臨時動議的影片啦 就是意外今天運氣很好 就決定拍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囉 今天呢我去了三創逛街 因為外面下雨 就意外的今天碰到了各種運氣很好的事情 不管是手氣很好或者是看到了很喜歡的東西等等的 整體的運勢非常的優質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第一個東西 然後呢我已經不小心拆開了 它是咒術迴戰的扭蛋 咒術迴戰扭蛋立牌第二彈 然後扭到的是這個浮黑的 它就是還會有一包這個小配件 它原本有這個藍色的膜 只是我已經先把它撕起來了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好的 這樣它比較不會說有一些初期的刮傷 我上一次第一彈是扭到虎杖的 然後第二次扭到浮黑的 我覺得還不錯啦 都是扭到我比較喜歡的角色 裝起來的話就會是這樣子的感覺 還蠻好看的 我還蠻喜歡就是浮黑的這個 一滴的造型 是穿白色T恤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很帥這樣 一樣是可以這樣子前後左右 調整角度 還有一顆 它是 咒術迴戰最新的第三彈的爆線公仔 我非常有緣的第一彈的時候我扭到虎杖 然後第三彈我還是扭到虎杖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一次的這個爆線扭蛋的細節 比第一彈好很多 整體的這個細節超好的 它的頭髮跟眼睛衣服的塗裝 都非常的細節 頭髮真的做得很細喔 非常好看 看起來很有精神的樣子 就很喜歡 超級可愛的 我非常滿意這一隻 再來呢 這兩個東西 大家是不是以為又是咒術迴戰的盲抽 不是 我跟你們說 這兩個呢 是我在三創的七樓的一家 Emoji的 然後還有Lulumi跟蠟筆小新 就是它這三個合在一起的快閃店 然後我就在蠟筆小新的快閃店 看到了這個徽章的盲抽 但是它完全沒有寫是 什麼徽章的盲抽 它就只有寫小徽章 然後一個 110 而且看起來就是有一點點那種 舊舊爛爛的 很像中古品的感覺 拿起來看啊 它這邊 我就看到它這邊寫蠟筆小新 然後 什麼什麼 電影徽章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感覺是 好東西 就感覺是可能中古品之類的 結果沒想到真的是 我先給你們看我抽到什麼 我再跟你們說它是什麼系列 第一個 登登 超級可愛 第一顆這個我抽到的這個是那個 西部拓荒時代 就他們一家人跑到電影裡面 然後要拯救這個電影 這集我非常喜歡 我覺得很好看 就我很喜歡他們最後面穿上內褲 然後大家一起變身的那一段 我非常喜歡 你們看這一顆呢就是 這個西部拓荒時代的 就是小新跟他很喜歡的這個 電影裡面的一個女生 在騎馬的畫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寫 這部電影是2004年的作品 因為它是中古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後面這裡是 有一點點這種生鏽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還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前面的圖案是很正常的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我撿到 對 我沒有想到它那麼好看 第二個 一二三 登登 有沒有 這個是那個 什麼動感超人的對不對 就是他在一間雜貨店 然後買巧克力筆 然後抽到了這個三卡 好像可以去拯救動感超人的那一集 對 我有一點忘記 因為這個很久了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一顆的整個畫風也是比較舊的 但這一顆超可愛 你們看這一顆超可愛的 就是他抽到那一張卡片的瞬間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電影是1993年 是在我出生以前耶 超久的 對然後它的光澤感都很好 相對剛剛那一顆來說 它的那個生鏽的部分又更嚴重了一點 就有點小傷心 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後來呢有去查 用日文查這兩顆徽章到底是什麼系列 蠟筆小心的電影名場面徽章 那我選的這個是第一彈 那第一彈呢有六款 我抽到的這兩個是 唯二有小心的 就是另外四顆都是沒有小心的 因為它加上就是剩五顆 然後我就拿兩個 然後兩個都重有小心的 所以我覺得我運氣真的超好 接下來呢 就進入我們的重頭戲 我逛完三創之後呢 我就走走走 走到旁邊的華山 那華山有一家快閃店 叫做PP Mini 就是一隻小企鵝 然後我看外面就覺得 啊這企鵝好可愛喔 雖然說沒有看過 他是什麼插畫 但我就覺得 哇好可愛 我就想要去看看他是什麼 那我進去之後呢 就覺得他周邊都超可愛 然後娃娃抱 全部都超可愛 我就很想買 那這時候呢 他店裡面有一個叫做 抽抽樂 就是250元一抽 然後他會有一獎 二獎 三獎 四獎 五獎 店的小姐就一直說 裡面還有很多娃娃 就說有沒有人要抽 然後我就跟我媽 兩個人決定 好我們一人抽一抽 搞不好就有機會抽到 結果 登登 我抽到了 他是很像摸彩箱 然後我就摸摸摸 然後拿出來 我原本看到我的那張紙條 上面的字是灰色的時候 我想說 完了 天啊灰色那感覺應該是 土獎 結果我仔細一看是 二獎 是他 他原價要1080 然後我一抽才250 他真的超級可愛 就是正面看起來像一顆蛋有沒有 然後有兩個小角角 嘴巴還可以這樣 打開打開這樣子 超級無敵可愛 就是他的臉 真的超可愛 然後就肥肥的 你看他側面就是還有這個 小屁屁 就很可愛 非常可愛 屁屁 mini 還有一個那個很像 那種軟膠公仔的 超可愛 可是現場沒有買 不然我本來超想買 總之呢我就抽到這個 我超激動 就超興奮 我完全沒想到自己可以抽到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趕快去抽 他就在華山 那我媽媽抽到的呢 登登 他這個好像是11獎 然後他是抽到這個是化妝包 他是那種很厚的 就是裡面會有絨布 然後防撞擊的那一種化妝包 他架上我記得也要賣380 所以如果你用250去抽的話 基本上是他一定會給你價值以上的獎品 很推薦 非常的可愛 在這個下雨天 扛著這個那種大隻回家 非常的滿足 今天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天 OK 那剛剛介紹的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今天運氣很好得到的東西 接下來要憑藉著今天的這番好運 我要來開芒抽一下 登登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日本有一個咒術迴戰的展覽 那他有分前期跟後期 這個是後期的Q版力牌 芒抽 我一樣把款式圖放在這裡 這個是我請代購幫我買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日本逛那個展覽 所以我就只好請代購幫我買幾抽 試試手起 然後我真的非常想要五條老師的 所以拜託讓我抽到五條老師的吧 我們先抽第一個 我好希望他這個展覽 也可以來台灣辦 但是 唉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好 第一個 一二三 啊 丁啟 第一個是丁啟的 這一次的這個 海邊的這個造型 還蠻可愛的 非常的俏皮 而且很有精神 我等一下在一起拍給大家看 我先猜第二個 剩一個了 拜託 我想要五條老師 來囉 一二三 抽到了 我今天運氣真的很好欸 哇 這樣子都抽得到 耶 開心 開心 這個是丁啟的 非常的好看 五條老師的 我超級喜歡 這個圖案的 超好看 今天外面也太圓滿了吧 我把它煮一下 這個是丁啟煮起來的感覺 非常的可愛 再來這個是五條老師的 耶 可以抽到五條老師 真的太開心 這個超貴的 超喜歡的 我覺得我今天運氣真的是太優了 非常開心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運氣很好的一天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就是跟大家先聊一下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最後別忘了訂閱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